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兵堡之后 罗马帝国就开始走向东西分裂 最后终于在西元395年 迪奥多西仪式将帝国一分为二交给两个儿子继承 476年 西罗马帝国遭到日耳曼人的贴体蹂躏 土崩瓦解 但东罗马帝国却持续了千余年之久 直到1453年 被厄图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占领位置 事实上 西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的名称是后人为方便而正谋称乎的 而他们各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延续罗马帝国的命脉 东罗马帝国借用首都军事坦丁堡的旧名 也称为拜占庭帝国 西元六世纪扎什丁尼皇帝在位期间 东罗马帝国势力扩张 甚至收复被日耳曼民族掠夺的西罗马帝国大部分土地 这件马赛克镶嵌话中 缭绘了扎什丁尼皇帝和随从 正中央的扎什丁尼甚至拥有基督教圣人才被允许使用的光管 他的右脚微微踩在随从的脚上也强调了他的力量 随从人数也凑成十二名 簇拥住他看起来就像耶稣一样 offering 感谢观看